您看一下Power BI的视窗还蛮简单的 首先功能标签有档案、常用、检视表、模型、说明 而且其实档案跟说明你本来就知道 哪一套软体没有档案跟说明都有吧 对不对 好那你不知道只有三个 常用、检视跟模型 稍后我们再跟你分享 在接下来这就是功能标签 底下的功能表 功能表、常用的功能表 当然最常用的就是剪下复制贴上 基本上有很多功能你全部都知道 还有像检视表 因为我们的Power BI它可以让你在手机上面看到 它可以让你在配的平板上面看到 所以它有出很多种手机配置的方式 然后方便你在不同的装置上面来去呈现 你所画好的图 在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看到模型 什么叫模型? 资料模型 你把它想成资料模型就好了 请问你 我们资料 那日期 它是属于什么? 文字的模型 那如果说是 例如说总价 它是属于数字的模型 可以吗? 好 我们再讲 再讨论是这件事情 OK 那我们稍后再跟你花时间来去讲这里面内容 这边有非常重要三个图示 第一个图示就是报告 就是你呈现视觉化报表的地方 第二个是很像Excel的地方 Excel的工作表 第二个 所以它叫做什么呢? 它叫做资料 我觉得应该把它翻成叫工作表会比较适合 你这样就懂了 因为 请问在座各位应该都会使用Excel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会不会打SUM这个函数 会吧 Average 会哦 好 我再看 Live会不会 L-E-M-T V-LOOKUP会不会 为什么都没有人点头 让我有点惊讶 这样知道吗? 好 不过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你大概会以下 把那以下观念拿过来这边 然后我们再使用它的大数据的技术就好了 好 所以这项资料表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工作表 第三个是不是关联 今天我们完全用不到关联 但是你觉得 当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需要跨资料表的分析 需要吗? 对不对?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算那个登革日 登革日的发生 发生的比例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用那个人口数 登革日是属于未复复的资料 人口统计是属于谁的资料 内证过资料 这样是不是两张资料表了 对不对? 所以两张资料表彼此间要建立关联 所以这三个都很重要 报告 资料 关联 而且这三个 我只要讲一次你们应该都知道 而且第二天 明天早上我们才会介绍到第三个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边就是我们的直接画图的区域了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这边有没有看到视觉效果栏位 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在这里 简单说就这些图了 可是我想这些图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大概这边只有30种 如果你希望更多的图 其实微量公司它放了100多种图 放在网站上 希望你免费的去下载下来 在进阶我们就会谈到这些东西 举例来说 各位有没有看过文志云 文志云知道是什么吗 我等一下开我的讲义 我就会让你看到文志云 好 比如说大数据分析跟什么是有关系的 例如说林志玲 跟他最近的相关的话题是什么 是我们就用文志云来去做 好 这边很快马上会做出来 这些全部他都放在网路上 好 那例如说 这边这边是画图的工具 它叫做视觉效果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视觉效果就是画这些统计图 最右边是不是一些栏位的设定 这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 您写出来的函式全部都会放在这里 我们就先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先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视窗后功能标签 功能标 功能标 然后这里 这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报告 资料 关联 再来视觉效果 以及栏位 好 那我们的课程 我们课程大概会录制六个部分 我们会教你很多种大数据分析的分析的手法 我们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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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